罗奇尔谈球队成绩,不做宏伟预测,但我们很有潜力鼓扑8月26日讯,据凯尔特人记者Chris Bolster撰文报道,对于凯尔特人将在2018-19赛季取得什么成绩,球队控卫特里罗奇尔,不想做任何宏伟的预测,但他非常相信他们成为总冠军争夺者的潜力,我们可以变得很特别,真的很特别。 罗奇尔在当地时间周六接受采访时说,我想你清楚这一点,我想大家都清楚,显然,我们账目上的实力是不错的,我们只是需要凝聚在一起,确保大家都有着同样的心态。 不过,我感觉这将会是一个特别的团队,我们在账面上看起来很不错,我们依然是上赛季那支队伍,还添加了两个主要的家伙,两个主要的成员凯里欧文和戈登海沃德都将商与归队,还有我们在选秀得到的家伙。 我继续先的成员,罗奇尔继续说,这很特别,很特别,正如我所说的,我们不想对这支队伍,能取得什么样成绩做过多的谈论,但是这将会是一支很特别的队伍。 在谈到勒布朗詹姆斯在今下选择加盟胡人时,罗奇尔说,我真的不关心,东部联盟一如既往,每支球队都执行着不一样的操作,我只关心波士顿凯尔特人队,不关心勒布朗詹姆斯,胡人,其实,我们只是在努力弄清楚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。 上赛季,罗奇尔在欧文音商确诊期间担任首发,并有出色的表现,如今,他表示自己对于回归替补角色没有问题,并相信每一个凯尔特人球员都将得做出牺牲,借而充分发挥球队的潜力。 我对于自己的角色一点也担心,罗奇尔说,我只需要掌控我所能掌控的东西,我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,那就是赢球。 当我们赢球的时候,我们大家都会得到相应的爱,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心态,这将会充满乐趣。 如果你想赢得总冠军,那就得做出牺牲,我们都将拥有共同的目标,而这一目标,将会带领我们到达那快福利。 罗奇尔说到,2017-18赛季常规赛,罗奇尔场均上场,25.9分钟,得到11.2分4.7篮板,2.9助攻,Volt 490875Volt编辑,十类。